今天晚上要到国会来坐镇了 但是上一次结束了连续15次的升息之后 预告说再接下来还会再升 今年至少再升两次 的确从今天最新FedWatch的预估看起来 这是7月底 下一次升息在7月底 下一次的联准会开会 目前再度升息一码的幅度跟预测 已经来到了79%快要8成了 也就是市场目前就压缩 下一次8成都会升息 为什么呢 因为通膨通膨的数据 商品通膨会不会卷土重来 因为现在油价积极的优势已经没有了 如果商品通膨卷土重来 农产品啦油啦金啦 这行情还要再先一波吗 但是的确目前即便几率这么高 玉衡告诉我说他认为 其实结果可能会相反 来玉衡我们请您上台来 为什么现在已经有8成压缩 可能会升息了 为什么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好因为他们在上次6月的 这个会议的时候就讲说 他们只是暂停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 6月不升 可是7月可能要把这个6月不升 把它补回来 还是要升 但是我觉得说如果今天晚上 跟明天的这个包吾的听证会 他没有很强调说7月一定要升 反而是呈现说 可能数据为王我们看通膨有没有降下来 我们再来决定日后要不要升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7月升息的几率 刚才我们看FED将近七八成 这个几率可能会掉 他就会往下掉 对往下 为什么因为其实通膨数据 是可以预测的 从油价那边就可以预测 那美国他们的克里弗兰的联储 这个联储其实就是FED的地方的 这个他们的联邦准备的银行 他们有一些研究员去做预测 他其实已经有CPI的即时的预测 那通常我们看这个即时预测 他到底准不准吗 重点是他预测到底准不准 我们先给大家看 这张图就是他们从21年开始 预测到现在的状况 那柱状体的部分 蓝色就是他实际上公布的CPI 蓝色是答案 对然后橘色是他拆的 OK 然后如果是线条的话呢 是核心的 核心的是实际上的状况 红色那绿色是他拆的 我们看从22年开始 22年开始我们看到 实际值好像都比他预测的高一点点 22年是通膨最严重的这个时候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件事情就相反下来 7月哦 从去年7月开始 甚至到10月以后 他预测的东西 他预测的这个CPI 还都比通膨 实际上通膨来得更高 所以一路都是更高 而且一路是通膨往下降的状况 所以那他现在预测到底多少 他现在预测6月的CPI 是7月12号要正式公布的 他光预测的就是在3.22% 最新公布的是4 但是这个克里夫兰联储预测的是3.2% 对5月的时候 5月的CPI 6月公布5月的嘛 是4.1%嘛 对 4.1%你觉得就降很多 那他现在预测6月的是3.22% 那我觉得如果降了这么多 如果通膨一个月就扣了这个0.9%的话 那如果是数据为王 那你是不是觉得7月不升了 因为7月的开会是7月26 那这个数据公布是7月12 所以如果你纯看 真的看数据说话 我觉得7月12这个CPI真的公布出来 如果真的是3点多%的话 那他7月升血几率肯定要掉下来 好 如果用这样的逻辑推敲的话 因为从去年7月开始 克里夫兰联储 他预测这个CPI都会高一点点 他现在最新的预测数据是 下一次7月份要公布的是3.2% 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 那实际公布的数据还会比这个更低 所以7月份就没有升息的必要了 对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晚上或明天的 把我听说他偏向于数据说话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成真的情境机会就很大了 虽然说他们联准会认为 今年可能还要再升两次 可是不见得是7月跟9月 也有可能是9月跟12月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其实我们从油价的状况 就可以跟大家说明 就是油价它这个激期效应 为什么最近的CPI会降得这么快 最重要就是油价的这个高激期的效应 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们这边是看了 美国期间有期货的月K 所以大家看到最贵的时候 大概在什么时候 去年的2 3 4月 3 4 5月 这段时间是最贵 这边是去年的5月 5月份 所以我们今年的5月份在这里 去年的5月份在这里 所以最高在130块 这边还大概120块左右 那6月份的时候呢 大概也是在120 然后到110左右这边 然后接下来是快速的往下降 所以为什么大家觉得今年通膨降这么快 觉得好像升息真的是有把通膨降下来 其实完全没有 是油价的关系 油价去年的激期是降走的嘛 那你今年的 今年初的激期是在这一块 这个区间嘛 所以你激期越电越高 那你油价当然都是对通膨 有一个负的贡献 但是这件事情呢 在这边6月份7、8、9月 这件事情都会慢慢的消失 所以通膨的数据下降 其实是反映油价往下跌了 对 应该说油价跟去年比起来跌很多 你看我们的航空股 为什么最近这么热 就是他营收没有增加 但是成本降低一半啊 了解 对所以油价下跌所带来的效果 是很显著的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激期效应在6月之后 会将递减 所以他到年底还要升两次嘛 不见得是7月、9月 有可能是9月以后 为什么因为9月在这里嘛 9月扣在这里 10月、11月都在这个位置 所以有可能9月到12月 或是11月、12月这样子升的 所以这个激期效应在9月之后 几乎就没有 因为9月在这边 那现在在这边 假设这边再弹一点点 那现在80块 去年也80块 你油价就没有带来 你同膨的负贡献的一个效果 所以那油价在这边 到底有没有机会 足底 其实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虽然说在这边盘整 将近两、三个月、三、四个月 为什么 第一个在这个位阶 大概在七十块上下的时候 七十块、六十块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OPEC开始在减产 OPEC开始减产 就代表说这个大户在户盘 你把他这样去想 当然他如果经济真的很差的话 他户盘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阿拉伯 这个沙特阿拉伯说他要减产 油价谈一天之后 马上一通铁回去 因为经济很差 大家觉得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大户在倒货 所以油价一直上不去 美国他的战备除油从五亿桶六亿桶倒到剩下三亿桶 也就是他释出了两亿桶到三亿桶的油到整个市场上 所以油的库存都都没有没有少 就是库存很多 超过了应该油的需求 但是他这件事情要不要回补 我觉得是要的 第一个现在世界的这个关系 对立关系 对你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很好 所以库存一定要准备 库存是要准备的吧 是要回补 而且他们已经有开始回补了 就是说六十几块的这个油 是他们可以回补的价格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战备除油之前卖那么多 是因为财政这边没办法发债 债务上限的问题 现在已经解决了 现在可以发了 对你可以发债 有钱可以去买了 那油可以把它买回来 不然怎么打占 对不对 所以如果美国回补战备除油的除油的话 那就是有需求 那供给会变少 第三个呢 就是美国经济其实没有很差 大家原本都预期说 今年要衰退或是大衰退 持续率曲线倒挂 但是这些事情呢 看起来好 但是今年不会实现 也许是明年 也许是后年 反正会延后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觉得油价在这个低档的位阶 反而好像是有一些支撑的可能性 这三个原因都有助于油价 在这个地方打底 对那怎样它的利空 我们要去做怎么样观察 就是有没有增加新的大户进来玩这个游戏 就是伊朗跟像是委内瑞拉这种产油国 原本都是因为经济不好 或是被美国封锁 不让你出来运 那有没有出现副产或是核协议 像之前油价突然崩跌 就是核协议通过 伊朗的核协议通过 每个每个每天就增加100多万 一增产 然后市场需求如果没有上来 供给增加的话 价格就下来 第三个我觉得是最近最重要 就是中国这个经济疲乱的状况 如果它还是延续的话 那当然说经济不好 美国尽管说没有进入衰退 但其实影响最大还是中国 中国经济的复苏 如果速度没有变快的话 那油价可能就还是走一个 低档盘整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你自己的专业判断 在这个位阶往上的几率高 还是往下的机会大 我自己觉得往上的机会高一点点 为什么我们来看 其实不只是油 我发现商品通膨其实都回来了 也就是费得在一年多的升息 其实根本没有达到什么东西 除了股价下去之后再上来以外 为什么我们看 黄豆小麦玉米 我们俗称农产品的黄小玉米 五月其实就出现大幅度的反弹 光是看这个五月份 我们看黄豆 它起货的日卡 低点1270美元 高点到1496 涨幅就17.7% 五月一个月 小麦涨23.3% 玉米也涨19.4% 那是什么因素 就是因为他们在种植的地区发生这个声音现象 声音现象导致他们的产量有减少 所以这些农产品一旦产量减少之后 一个月就可以把之前的湿地 因为升息开始掉下来的通通都涨回去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只要美元不是非常的强劲的一个走势的话 商品的通膨其实是非常容易回来的 一个月它就可以涨十几%二十几% 甚至我们看其他的软商品的部分 像是可可 而在今年也是涨了二十几个%以上 所以通膨并没有真正的被打下去 反而说接下来大家要小心 如果商品的通膨又在下半年回来的话 那大家就要小心 是不是就变成物价跟薪资 又要回到这些的劳碌了 这个循环的这个结构上去 那这样子就变成一个停止性通膨又要出来了 对不对 我们看声音现象 其实就是推动今年商品通膨的一个行情的机会 所以农产品部分 红豆玉米小麦 他们就是因为受到的声音现象影响 在产区这边 今年的收成可能不是很好 包含美国南美欧洲产量是锐减的 我看一下农产品 如果手中有一些相关的基金的话 你觉得下半年这些基金 我觉得有机会 有机会 有机会 或者是说现在卡位的话是好时间吗 反正他们今年都没涨到 就五月涨了一点点 今年都还算低基期 对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那第二个就是软商品 软商品其实也是农产品的一种 只是为什么叫软商品 就是他的英文叫soft 就是跟酒做一个区别 是饮料的东西 饮料的原料 所以你看可可 就是巧克力的原料 或是咖啡 这种都算软商品 那些 还有糖也是 糖创11年的新高 今年上涨40% 这反应的事况 一样也是声音现象的天气 所以只是天气的因素 并没有什么战争 或是有什么新的政策影响 可可也创七年新高 今年上涨25% 你会发现商品 其实今年根本就没有跌 是 真正有跌的只是在金属类 那金属类为什么跌 因为中国景气不好 那油的部分呢 我觉得他后续可以去留意 如果美国的战备储 有开始去做一个回补 而且持续性的话 我就觉得他有机会 可以大抵反弹 我觉得就是他往上去 做攻击的机会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是黄金跟美元的话 我觉得他的运作空间 可能就没有这么大 怎么说 因为黄金的话 大家要重点 美国如果有降息 黄金才有很大的机会 或是说有发生崩盘 这种大家会去做一个避险 但现在没有崩盘 第二个美国经济也没有很差 而且告诉你 今年会降息 所以黄金今年的高点 两千多点 我觉得你要再过的话 机会就没有那么多 来看一下金价 目前的雪位 今年最高2081 不容易过 不容易过 如果你把它用月线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不容易过 其实很明显 为什么 因为前几次的高点 都在这里 刚好碰到 顶到就回来了 对 就是2020年疫情的那个时候 然后乌尔战争这个时候 然后今年之前美联储 好像说升息到顶的时候 天险 对 在这边其实是 蛮大的一个压力区的 所以如果说金价 接下来是要走一个比较大的回档的话 那你猜美联储的这个状况 可能是今年可能都不太会降息 而且明年你要期待降息的时间点 可能也要延后 OK 所以金价操作的空间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偏空的一个部分 当然我们也有黄金的反一ETF 可以吗 如果要看空金价的话可以操作反一的ETF 但是他就不是所谓你要存对 不能长期操作 因为他就是等于是帮你去放空黄金的起货 OK 他就不适合长期操作 好 最后美元 美元的部分 我觉得今年应该就是一个打底整理 刚才奇葬有跟大家分析过 其实每年美元 你看现在价格跟年初的价格差不了多少 102 103左右 但是因为今年他不降息 但是他也不见得要再升很多 你看我们现在在这边 年初也在这边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很的 但是如果今年升息没有升的很多的话 我觉得他要在快速的往上攻击的机会 其实也并不到 因为大家觉得明年要降 对就是降息这个一直没有来 但是你就觉得他就在眼前 所以美元如果不转强 那我觉得对商品其实就是个好的机会 包含农产品 软商品 油 我觉得都很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今年商品的通膨回归 机会其实是很高的 尤其是在Q3到Q4的这个阶段 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些布局 太好了 谢谢一恒请回座 休息一下 接下来其实想要告诉您 最近在币圈 光是上个礼拜四到今天以来 几乎以比特币的价格大洗三温暖 最近的币圈好热闹 监管机关追着币圈的加密货币跑 但是美国主管机关追着监管机关跑 但是是不是币圈越乱 比特币现在越强呢 接下来来龙去脉这个故事 起展说给你听 行说是真看是赶不坚的 对人吗 接下来龙去进行 摆了两次安排 几乎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得不上来 这个箱的纷暗 我们下来龙去打算 那是不是这次